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12月16日 明天是胡適志先生的生日 我們今年就是幫他我自己準備的兩個presentation 其實主要都是圍繞胡先生在留美 不管是卡拉雅大寫或者是哥倫比亞大寫的七年當中 他寫了一些用筆記體的方式 所謂筆記體就是這個雜記的 就是把心得當然有標日起 不是那個今天做什麼事情 早期的前半一些期大概是用這樣子 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後來他就用那個筆記 讀書的筆記或者是事情的筆記就這樣做下來 那這個他的七年的日記 當然當中可能有一年半大概是這個不是遺失 或者是半年或者三個多月他沒有記 後來他很後悔就繼續保持 那他一輩子的話就是就一直寫 寫到他1962年的時候都還一直寫 那這個這是很值得 就是說他的日記變成是二十世紀裡面 在中文裡面留下來的一個 我個人認為是最優秀的典範 那胡適志先生在卡拉雅大寫跟跟別的大寫 都是看得到那個英文的報紙 所以不管是美國的或者英國的 他做的 他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說 他的這個日記裡面都常常有負責簡報 所以是圖文並茂的雜記 他說這個是中國的雜記史上 這個是獨創的 他是最先的 那他的這個日記出版詞應該簡單的講一下 這個日記最主要的是要給後來他自己看 那留學日記的前半部都是給他的好朋友借去看 所以有的就丟掉了 或者是說他雖然人在美國留學 有時候甚至會寄回給他的沒有出來留學的好朋友的參考 所以他就是結果所以回中國以後 1917年回中國以後也都繼續保持 所以可是這個都是在朋友之間流傳的而已 所以有一次習志某就到他北京的家裡面去 他二樓去是他的書房 他的朋友也看到他的這個日記 就下來講說我們都不朽了 這胡大哥都把我們寫進去這個歷史 寫進去日記裡面 這是不朽的 就是說這個日記就是要留給那個後代的人看 所以這個是有字節的在寫日記 那胡先生去留學的時候帶了一千多卷的中文書到美國去 後來他決定把一些書送掉 當然他還保留滿多的在那邊買了很多英文的書 那他在康奈爾大寫修了德文 大概修了將近兩年的德文 修了他說一年半的這個畫文 當然也修了英文 他的英文成績非常好 那德文的也非常好 那德文的這個 他們美國當時的教義 德文的第二學期就已經開始讀了四、五本 這個歌德等等的名書 這個是有點難以想像 所以這個吳先生這個也自修了自己去寫跟那個當地的人寫 然後大天文跟希臘文 所以他學生的時代是多彩多姿 他花了很多的這個錢 我認為這個留學日記是保障 是裡面很多很值得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把他分成兩講 第二講的話再做一個一般的簡單的介紹一些主題 那第一講的話 特別來講這個吳士堅忍這個漫畫 他那時候用的是時 時間的時 十四 就是說那個十四的畫或者十四的畫 日本人這個不曉得為什麼稱呼他 稱呼他換一成就是十四畫 那日本是把他換一成十四的漫畫 十四漫畫 這個要講的是十四漫畫 十四漫畫 所以我想跟各位介紹一下這個大綱 這個就是說世界漫畫的簡史 各位我們在幾個月前 有介紹的一個畫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 也許是有史以來這個政治漫畫裡面 或者社會漫畫裡面最優秀的就是 阿朗內 阿朗內這個畫國的漫畫大師 那這個有他的整個日記裡面 因為他發現他留寫的時候 1911年左右就開始去留寫的時候看那個美國的報紙 就發現說美國的報紙裡面有的這個漫畫 然後這是中國沒有的 所以他都會撿起來 那後來他經過兩三年以後 整理就是整理的時候就放了一堆的漫畫 他覺得丟掉很可惜 所以在就把他這個就寫一些 驚險一些漫畫留著史詩畫 然後他解釋一下 他這個有文字解釋一下 這個漫畫在漫畫裡面就是沒有什麼文字 他在日記裡面就是二三十頁裡面就寫了這個畫 那這那時候最重要的是碰到美國的這個總統大選 所以很多的這個羅斯武、T羅斯武、T羅斯武的大選的時候 那他到紐約的時候 這個大選的時候 這時候1914年的時候開始已經有大戰了 不過各位知道說那個大戰開始的時候是從巴爾幹打 所以這裡面第一群的這個東西裡面 有巴爾幹的畫面的這個漫畫 哄斥戰爭的漫畫 那這個到紐約的時候就已經是戰爭快結世了 那那時候這個死傷已經不得了 已經開戰到這個東西 那時候德國已經死了將近四十幾萬人 那因果坑不得了 每天就三千萬美金就這樣燒掉大戰 那再來的話就講說1928年4月11號到1930年6月7號裡面 已經有那個漫畫的專刊就上海漫畫 可是胡先生好像跟他也沒有互動 這個是1911年到1917年就寫好了 可是在30年代的時候 就經過了19年以後才出版 他寫了回國的19年以後 快20年以後才答應要出版 因為這個有稍微編輯夠 他記胡先生講的他的日記裡面 大概有十條他把它刪掉 那當然他們發現就是說印刷品跟那個不一樣 跟年稿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我有很多的疑問 譬如說漫畫裡面我就問一個問題說 胡先生的那個雜跡他那個漫畫是彩色的還是 我看到這些比較便宜的版本都是黑白的 沒有什麼 可是各位知道我們看歐洲的漫畫史 在19世紀的漫畫19世紀中就已經有彩色的東西了 就說他們印刷出來以後再上色了 那很自然 那我研究這個美國的漫畫漫畫的東西 也是一樣美國也是印刷業非常發達 那個大豹也是一樣有彩色的漫畫 那個是因為印量都很大 百萬分 這個印起來就是蠻便宜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就不曉得胡先生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現在一般的版本裡面就是不大清楚 那我就在探討說為什麼漫畫 為什麼上海漫畫跟胡先生沒有交集 沒有互動 他說我再來的話我要簡單 因為他這個後來有一個漫畫家 就是H.T.Webs Webs的過世了 那胡先生很特別 就是說在過世的時候 簡單的再介紹一下這個漫畫家 這個是在美國來講 也上座是不是頂尖的漫畫大師 可是胡先生覺得非常有意思 因為這個我們可以簡單一下 因為他這裡面有介紹 有一點像這個帕老婆的漫畫 這個有點幽默 這個大概是胡先生的這個東西 好各位看到這個是第二波的漫畫 各位簡單的看這一張裡面 這一張的話就兩個小孩子到某一個家裡面 跟要訂單 要在賣東西 怎麼沒有大人過來呢 因為大人都跑去弦線打仗都變成砲灰 這英國 英國的漫畫 現在跟一百多年前胡適之那時候寫的東西 已經很不一樣 現在很發達 你業力的話你現在每天都可以看到漫畫 甚至可以訂那個漫畫的這個東西 那這個現在實在是 現在發達更勝於這個一百多年前 這個是這個東西 那甚至各位看看 這張圖裡面就是把那個 Facebook、臉書、F把他變成手槍了 這個你看這個是 這個就是社交網站的話 他的威力是很大的 他對民族的這個威脅也蠻大的 這個是現在的這個漫畫 那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德國在20世紀初年的時候 大概1904年左右 有人就寫的這個叫做歐洲漫畫史 那這個各1904年、05年左右出版 厚厚的這個兩本 德國的 這很有名 那中國在幾年前才把他翻譯出來 可是經過一百年以後才把他翻譯出來 所以就是出版了這個東西 那我們這個看到以後就很有意思 兩百塊來 這個大概你會很驚訝 如果真正的看過了這個 這個190幾年的時候 就是其實這個是同時代 胡適之階爭的同時代裡面 他就介紹各國的漫畫 那當然漫畫這個在歐洲大陸 這個系統很強 化國 尤其是化國 因為化國的政治 他們從開始就很哄視這個東西 那這裡面的這個歐洲漫畫史 很可惜的對英國 我覺得是不夠多 其實英國也是很強的 這個英國也是自由民族的國家 對王室的或者貴子的哄刺 對社會的哄刺也非常強 不過這本書這一點比較弱一點 弱一點的而已 那日本的話更妙 日本的話 他們小說一千多年前就有顏世勿儀 大概十三世紀的時候就有畫動物的漫畫 他們可以寫出他們日本的漫畫史 那明治維新開始以後也是很多的漫畫 那到現在的話漫畫也有大為風行 也影響到很多的輸出器 輸出到歐美 輸出到臺灣 或者甚至輸出到各國的話 都影響得滿大的 所以日本的他們有他們的特色 所以這個跟國家的系統有一點關係 那早期的中國就是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 以前有一本書叫做漫畫幽默與哄刺 幽默與哄刺 這個是他們的傳統 不過那個傳統大概也是玩得滿多的 就是建國以後 1950年代開始才慢慢的這個有 現在的漫畫裡面已經很 我說這個都是在哄刺 哄刺現在的時事 不管是中國 哄刺中國的 或者是哄刺西班牙的 Cataronia的這個獨立運動 這個最後的話 這個都是很有意思的 那對中國當然西方哄刺的這個東西 各位也一起聽過說是因為巴黎的恐怖主義 就是去那個Charis 那Charis就是一個漫畫的週刊的樣子 這個新聞報 這個是一個 他現在都保守這個傳統 那我們又會講說即盛時期的話 是184年代 183年代開始 這個跨國就很強 然後雙城記 這個倫敦跟巴黎 哇這個互相唱和 這個是歐洲的歷史 所以說這個是 各位看這裡這個漫畫講說 那個中共十九大的時候 世界各國的人都放大鏡來看那個外電 會不會講什麼東西 那各位看看那個比利時的丁丁 丁丁這個綠樓器的話 各位看這個漫畫家出版社 我們看得出來說 這家叫做Castaman 他創立於1780年出版社 丁丁的出版社 我現在好像要賣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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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 英國也是有一個很 17世紀開始的一些傳統 那我們也會講說這個是畫一個這個 你是他長頭髮 這個是童話故事裡面 把他變成這個那個長頭髮 就一個這個王子就上來 拯救那個這個東西 所以我也參考一本書叫做這個 《諷刺的藝術》 倫敦裡面很多的這個東西 或者是各位可以到那個網站裡面 去看那個劍橋大寫 有一個叫做18世紀到20世紀 那個英國的這個視界方面的諷刺 這個在網站裡面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就17世紀裡面有一個叫做 威廉福克斯 那我們上一講裡面有談說他的很多作品 那這是畫果的 畫果的這些這些漫畫 那這是這個狂化焰白鬼夜行 或者是這個或者是那個洪塞 洪塞的這個的日本的這個 這個上個月也介紹過 這個19世紀出的這個 他就是用漫畫這兩個字 他出版的Sketchbook就是漫畫 那這個是 這個是19世紀的這個歐洲 從這裡面顯出來的樣子 可以看到那個他就會用那個蜘蛛王 來講說這個裡面的這個操縱的世界各國 都上了他的變成他的這個 往下的這個犧牲品 那這個他們的這個 有點政治 那時候的政治有點這個血腥 這個 喔這個 這張畫有點特別 這個是19世紀出的時候 這個在諷刺這個 諷刺拿破倫 這個拿破倫這個很崇拜 很崇拜這個羅馬 那羅馬的這個人的姿勢到底要怎麼樣擺 所以這個他有一個人專門在教導這個拿破倫 要怎麼樣在眾人的面前擺思那種姿勢 那這個姿勢很特別 這個這個不會講 他們有專門的術語 哈哈 就是偶適 那拿破倫是很認真的 那時候19世紀出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那個 那個大畫家 德拉庫羅馬這個東西 就大畫家這個就講說 趁現在拿破倫還在 的時候 或者是過世了10年左右 那個資料都還在 應該好好的寫拿破倫 不然以後就非常困難 所以這個20世紀有個大導演 想要做拿破倫傳 大概就有點困難 後來他就放棄了 那這個漫畫裡面就是這個 漫畫可以表現唯妙唯俏 就是說那個姿態 因為那個人類的這個姿態 大概很難用文字表達出來 可是漫畫可以表示出來 這個是那個德拉庫羅馬的這個19世紀中的時候 在畫出那個倫敦的社交的這個 不管是肖邦、喬治山 他都畫得唯妙唯孝 當然這個是大畫家的 這個畫國的大畫家 那他們的沙龍裡面的眾生象 都把它畫出來了 好 各位看一看 這個是一個跨國的很有名的辦報紙 叫做Charles Philippon 這1800年到1861年 這是他的這個東西 那他創辦的很多報紙 裡面都有哄嗜 哄嗜這個 拿破仁三世的 那最後都害了哈羅尼進去 然後裡面做的 就是把這個畫的貪物變成一個梨子 一個那個 吃的那個水梨 越來越那個 越來越像那些東西 被判的六個月也進去 可以這個看看 這其實是那個Philippon的 的想法 就是那 阿羅尼 把他畫出來 這個倒楣 所以說那他創辦的兩個這種報紙影響很大 那影響了這個英國 英國就在1843年左右就創了一個用一個字眼 這個字眼的卡通就現在的所謂的漫畫的卡通裡面的卡通的這個字眼 來當作這個漫畫的這個哄詩畫 就是畫的微妙微笑抓是那個精神抓是那哄詩的那個精神 那個叫卡里卡里卡里這個就是所謂的哄詩畫雜誌 183年到1843年 各位這個是這個在安隆尼的時候可能都介紹過的 這是他的看錄的後面是這樣子 這個183年到43年被關的 各位看看這個是幾個這個洪詩畫爆裡面的這個東西 這個已經很熱鬧了 非常熱鬧了 那巴黎的話又從1832年的話 也有一個看錄的話叫做 這個我們也是善事神也簡單介紹過 那這個安隆尼在那邊的話 這個都可能三四千張以上的漫畫 這個是他們的這個這個 你看他說報紙啊 人人爭相讀他 這個是1840年的時候 多米也寫的就是人人爭相讀這個叫善鬧 這個報紙啊 那你看這個裡面他說報紙跟插畫 這個是很特別啊 我想這個這種文化 大概是這是巴黎的文明啊 所以那這個在1941年的時候 英國就有一個punch 那punch就是一個那個玩偶那個 偶像的這個這個名稱 他們的校將這個這個東西 那時候創立了這個卡通的這個東西出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就畫 我就顯出了說那個punch的這個 那這個punch在快到21世紀的時候 才真正結束 不過它的集盛時期是在19世紀中的時候 那時候影響力很大 所以punch p-u-n-c-e-h 這個這個雜誌一直 都百年了啊 跟那個 跟那個 法國的那個 那個先 先號的 先號也是百年以上的歷史 所以說各位去查那個日本的東西 comic 這個就是漫畫本 等等意思 那也可以講說 是不是日本人現在寫出來說 欸 日本的漫畫為什麼有趣 這個都 中國都有翻譯出來 日本 給它的 護標題說 日本漫畫八百年 因為他們或是可以追溯到八百年 所以在世紀的時候就有 鳥獸人鹿戲畫 用這個你看用青蛙啦 這個跳舞啦等等 那那個畫是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鳥獸的這個北斎的這個 Sketchbook 那個漫畫的樣子 大概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這個是歐洲的漫畫 來歷不明的人 這個大概應該是 Anonet的這個 那各位我看這兩張 各位看到 都是彩色的 都是後來在上色的 1852年 1840幾年的時候 就都是有上色的 這是 Du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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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net Dumie Dumie 這個漫畫 下坡 下坡 用下坡來形容這個 政治的集市 這個 那畫了很多這個 眾生象 就是這個議會裡面的眾生象 不管是義大利的或者是畫國的 都有這種東西 這一張的話是1843年的Punch裡面 它的標題就是說資本以這個勞 這個勞荒 各位這個裡面就是說 這個有錢人資本家他們是怎麼樣 他們狀況是怎麼樣 他們的這個肆虐裝潢是怎麼樣 有狗啦有寵物啦在抽煙斗啦 然後那些勞工階級的話是怎麼樣 就是就已經在哄嗜的這個階級的這個不同的 社會的樣子 那開始的話就有很多的這個 很多的這個畫國的這個 這個孔式的這個漫畫 那這個是19世紀的這個 日本的這個 日本的這個漫畫 這個就是明治38年 19世紀夢的 20世紀初的一個漫畫 那時候有三個檔 都用不同的顏色表達出來 那個版圖是怎麼樣的 那三個政黨的在 你和我五十週的這個版圖到底是怎麼樣 那這個是胡適志先生那時候 就是關心的東西 那就是說他就講說 政治家的政見就像這個料理一樣 或者是藥房裡面配一些藥給大家 我要這個東西就湊足一些 非常有營養的東西 所以要變成他的政見 那也有1914年的時候 也有在講說 有人像鐵血一樣 相信的是武力跟鐵血 鐵拉尼號的這個滅亡記 當然也是1912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漫畫 大家在看鐵拉尼號的這個悲劑 這胡適志先生現在也有 那他特別 胡先生特別把這些政治家等等 比如說這個民主黨前聖的 大概這個東西 胡先生大概都把它收集起來 那還有一些重要的 比如說這英國的駐美國的大使 那那時候是德高望重 德高望重 那這個賤史 這個布萊斯這個要回國的時候 已經老先生的 那這個是一個學者 很受這個美國的敬重 他要走的時候 美國都盛大的這個歡迎他等等 這些都畫出來了 這些都畫出來了 所以那開始的時候就已經 第一世界大安剛開始的時候 就在東歐 東歐就有很多漫畫了 就很多史章了 這個這個 那這個也是 胡先生裡面的日記裡面有講這個 紐A市長 這個被這個罷免 別罷免 別罷免 這個 這個在胡先生先生的日記裡面 都有寫出來 這個都是大事 因為他康奈亞大學跟 哥倫比亞大學都在紐A州 這個都是政治裡面的話 20世紀也是重要的事件 一個這個市長被大 那時候好像紐A就將近有500萬個人口 是一個很大的都市 那這個胡先生的漫畫裡面已經有 紐A那時候還有很多同工 所以他們清晨4點鐘的時候就上工了 所以這個漫畫是很那個 很很那個在哄識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馬克思主義進到美國 那這個威爾森 第一次要讓威爾森總統 他是宣布不用金眼外交 不用錢來買外交 他是一個寫者 他有這個世界和平的實施要點等等 那時候的這個判起雜誌就是說 把那個第一年來 七八十年來最優秀的這個漫畫 都已經在出版了 都已經出版了 那已經在哄刺就是說 1912年的時候就開始有所謂的 這個要利用武力來達成和平的這個東西 稱它叫做武裝和平 武裝和平的這個漫畫 這是倫敦的一個叫Paul Ma Paul Ma這個雜誌裡面 那就是用那個孤兒在領導的這個騎馬 這個是傳說 美國的一個傳說 這個就是賣向死亡 有死亡來領導這個活人的這個東西 就是開戰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那武裝革命開始創立的時候 他們甚至把那個就是用自由女神 自由女神的火把裡面 有一顆很特別的這個辮子 那就是中國代表中國 各位我明天會看一下 胡先生1911年流血的時候 那流血的這些學生到美國去流血的學生裡面 有一個最英進的就是趙炎任先生 他那時候已經有點西裝頭了 其他人包括胡先生都剛剛剪成 把辮子剪掉都變成光頭了 那時候各位看1911年 他們都不曉得突然被宣布說 考上的工會有考清華的這個學生要去美國那邊 他們都不曉得日和來處理他們的辮子 那胡適士先生的話是辮子剪起來 聽說寄回去這個家鄉 那只有一個我看到的像裡面 只有一個趙炎任先生 他很早就大概比較早 早一兩年就把辮子剪掉了 因為那時候剪不剪辮子 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那開始的話就是這個羅斯武主義 帝國主義 羅斯武主義 他那個時候美國是跟墨西哥的戰爭 那也是美國的帝國主義 那這個現在的話在特朗普總統在修那個牆 那時候德國也是在德皇 德國是皇帝 所以義大利跟這個土耳其的開戰等等 所以這個跟那個歐戰這個東西 那這些東西可能要看現在的歷史史 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有翻譯的這個鄭英軒女士翻譯的極端的時代 二十世紀的歷史 他是從大概1915年從歐戰開始寫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始於這個歐戰 那這個是歷史學家的看法 那這個那時候的話就是就有一個漫畫在講說 小遣廢紀靈 那這個紀靈的話就是那個人物 不管是這個政黨或者是這是德國的這個漫畫 那這個是小國的話就是他們是勢力非常大的 這是德國的漫畫 那這裡面有講 你看這一張是 這張胡先生也有把它弄出來 各位 那個紀樂部裡面 各國的紀樂部裡面都在歡迎這個小老弟 這個小老弟 這個就是 小老弟的話就是中國開始有民國 可是這裡面你可以看看這裡面已經有這個葡萄牙、巴西、當然這個美國、這個瑞士 這些各國都已經是民主國家了 那那時候民國才剛建立 這個是他說這個是新成立的這個東西 那那時候開始的話奧特曼帝國快已經是末期了 這個第一次先生打完以後就解體了 我們這個 那這個是再看一看就是說 補業土 各位那個土耳其的那個那個是一個新業 新的業 那這胡適之先生對於這個新業 他們都很特殊的翻譯 很特殊的這個 這個新業的話在中國 在中國的古書裡面就已經有了 這裡面的很多漫畫就是胡適之先生剪的漫畫 那我這個只是簡單的給各位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每一張漫畫裡面 胡適之先生的都有一段在介紹它 所以你要用文字來這個畫跟這個東西弄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大概可以得到它的這個真正的背後的故事了 那第二個階段裡面的這個漫畫裡面 我們只有最前面的時候介紹一張就是說 欸 倫敦裡面的那個商店裡面 怎麼都是小孩子來那個來接訂單啊 問說你需要什麼東西呢 男人都跑去哪裡 這個跟那個有很密切的相關喔 所以他們在1918年11月11號11點鐘的時候 簽訂停戰協約 後來就把這段時間定為這個國殤紀念日 就是在有第四階大戰各位損失這個五六百萬人 蘋果五六百萬人死掉 這個非常嚴重 然後每一天三千萬美金就是泡湯 這個對國利的損失是非常大的 那對這個很多人的創傷 因為家裡的人就是難免都會有人陣亡這些東西 所以胡適詩先生在這個 他當然這個後來他我們明天會講 他也寫了一個孔適詩 就是德國跟英國這樣互相殘殺不得了 其實有一國家死了八百多萬人 有一次叫五六百萬人 那時候各位現在很難想像幾百萬人就這樣 兩三千萬人就這樣 第四階大戰這樣死掉 胡適詩他說很慷慨激昂寫這些東西 那這個11月11號 每一年11月11號的十一點鐘就是國殤紀念日 現在在英國也是一樣 今年也是剛過 1926年的時候胡適詩先生是在到英國去 他那一天剛好是在劍橋的某一個院長的辦公室裡面準備演講稿 那11點鐘的時候 教堂的鐘聲就敲響 那那個院長室裡面有一個螺梯應該在混擦油漆 11點鐘鐘的時候 那個工人就在螺梯的中間就在祷告 那胡適詩先生看了就非常感動 那他本來想把這些東西寫成一篇介紹一下這個介紹他的這些東西 或者還沒有寫成 這個故事也沒有寫在這個特殊的文章裡面 我大概有看到 他就非常非常感動 非常的感動 那這五年年代的時候 五年年代的時候有一個ST Webster過世的時候 他特別在日記裡面寫出來說這個人 這個漫畫家是非常有意思的 那他有意思的 最有名的作品就是The Timid Saw 這個小鬼 這個是膽小鬼 這個漫畫裡面就紅刺了 因為他的影像跟他的這個 那這個是ST Webster 所以我們今天跟大家講說 今天其實是從這個不管是英國 法國的這個 或者是世界的漫畫史當中的胡適詩先生這個對於美國的大選 或者你在美國看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那他主要是看到的是這個英國跟美國的漫畫 胡適詩先生為什麼會在這個日記裡面特別的 不管是這個大戰的漫畫 或者是這個大選的漫畫 或者是這些幽默的這個膽小鬼的這個漫畫 他都認為說這個是中國沒有的 他想以後介紹給國人 所以漫畫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因為這個一張圖可以抵得上千年萬年 希望21世紀我們可以發揚光大 謝謝各位 請來請多指示屬於那個地方 請來… 在美國最終是甚麼 的探納長 請多指示屬於一起 請多指示屬於頭